新生在我旁边是郭嘉欣娘的母女大 我们继续来跟她们聊一下 嗨 好 这个即将欢乐即将愁了 无心大奖是这样子的 那你们两位今天都有得奖 但是不一定都跟郭嘉欣娘有关 首先这个最佳女配角 梅娜姐今天谈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意外 你看我那个表情是 不是演的 是真的 真的 是真的 我觉得真的 因为我今天真的没有想到我会上台 好 不过可以上台我也真的很开心 也就是要谢谢评审团 对妈妈这个角色的喜爱 你目前累计了几座了 三座 是三座吗 三座 好 坦白说你今天有没有为女儿紧张 推荐女主角的部分 如果她可以拿 我会更开心 因为贴下父母心嘛 她比较重要 我以后就靠她了 也是 真的 行图越好的话 你越可以休息 对 所以说她就是要我养她 她就把你当摇权树 刚才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 这个也很好 刚刚推出的 好多 她这个是在安孝 我们买什么 可是今天是你得奖 好吗 可是你也得了不少奖 这些 是 对 很开心 可是我最开心真的就是看她上台 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激动 有 你马上站起来 我有看到 对 刚才我在后台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说你女儿哭了 我说她哭了 掉泪 你看 真的很开心 我非常厉害 谢谢 真的 为什么你这么激动 因为不是妈妈的第一座 好 因为我觉得可能近年来 就是家里发生一些事 我就觉得这一年来对妈妈来说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然后我就觉得她今天可以拿到 这个奖项真的是一份礼物 是 然后我也就是很开心 那部作品我也跟她一起合作 所以我就真的见证到我妈妈 她是一个多么专业 演得这么好的一位女演员 所以我真的很骄傲 谢谢 因为刚才他们有问我说 好 你拿到这个奖 你最想跟谁一起分享 然后我一瞬间我就控制不了 因为我今年 去年 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 最亲的一个人 然后她说要跟她 我以为她要跟她 我以为她要跟她 所以她说要跟她 那你要跟她 没有我妈妈 我越来越跟她 不是我 OK 对不起 可是你也是你的外婆 对 对 然后她说要跟妈妈讲什么 然后我说 妈 我今天有上台拿奖 你有看到吗 对 我马上就忍不住了 不 但爸爸会很骇傲 如果我妈在 她肯定是会很开心 对 很开心 我觉得她是会替你们两个人 都很开心 对 是 她真的会很紧张 因为她是我们的电视幕 真的 她是我们的粉丝 她最后有看到国家新娘吗 有 她有 有看到 她喜欢吗 她喜欢 她很喜欢 不管我演什么 她都喜欢 可是 OK 我没有卫生 卫生吗 来 我还好 对 OK 来 她目前的风范 犹如你当年吗 我觉得她有超有 因为为什么讲越南语 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为你讲那种另外一个语言 真的是 你要下很多很多的功夫 上一次我 我记得我有演一个角色 只是讲一两句 我都已经觉得 要念很久 要练很久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她真的做得很棒 不过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不赖 因为她很好 我是看你这样子姐的戏长大的 我也 可以吗 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可以 有 你有没有被小失望 今天没有拿到你的主角 不会 我很开心自己拿到十大 然后 拿到女主角的是 必有人结 我也觉得非常实之名归 而且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入围 最佳女主角 然后我看到入围名单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可以 跟这些人一起入围 就真的是 捡到了 真的是捡到了 所以就已经很开心了 你们在这个组合已经创下 新加坡电视时的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母女大 真实的母女大 也同样的一部戏 然后这部戏还这么成功 这样子 你们会再排除 再一起演戏吗 就觉得说 这个已经是高峰了 各位 不要再一起演了 还是你们不介意 可以 我们是不会排除 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部戏 再出现还是什么 我们还是会很乐意地去合作 对 《国家信仰2》可以吗 已经讲了很久 可是没有 可是 国家信仰 来一个电视电影 对 国家信仰电视电影 我觉得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而且我就觉得 故事文他写的那一段 其实也是非常让我感动的 可是在那边结束 我就觉得已经很美丽了 所以就让他继续的美丽下去了 好 好 关于是 鸣子 我们回忠奇 看 我们下期 уж 今天的视级